欢迎来到中年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希望大家看我们的视频开心 杨阳8月份的最后一条微博 晒出黑矿素颜自拍 皮肤状态超好 不愧是杨不休 杨阳晒出黑矿眼镜素颜自拍照 并配文8月的最后一条微博 水墨书卷气模样酥酥的 思问的精致男气质爆棚 少年敢扑面而来 君异笑草的颜值稳稳的 让不少网友惊呼着哪是30岁的样子 帅哥真是随手一拍都能惊艳众人 第无数次魏杨阳的颜值惊叹 爱了爱了 照片中杨阳的素颜状态 真是让不少人羡慕 到了30岁还能有这么好的状态 完全逆生长 堪比精修 一出屏幕的温柔 简直是人间理想型了 不得不说杨阳的颜值和眼睛的 适配度超高 各种各样的镜杨阳都能完美驾驭 黑白氛围感照片中 眼镜都难以引住的犀利眼神 高冷又神秘 杨阳满足了当下广大女性 对于男神的审美需求 其肠干净 温和勉腆 一种介于大男孩和成年男子之间的英气和俊秀 笑起来唇角是年轻独有的萌和易抹鞋器 这张搭配白色设计感真之毛衣 清秀短发 搭配金丝眼眶 是无数少女的理想型了 简洁利落的黑色西装马甲 搭配白色衬衫 还有金丝边框眼镜 职业气质飙升 还有霸道总裁的那种感觉 读小学五年级的杨阳 同时考取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 和上海市舞蹈学校 现已并入上海戏剧学院 最终因为热爱一身戎装而选择就读军艺 当时 北京各艺术院校同学间流行一句话 叫做军艺帅哥一日游 意思是说花一天时间到军艺 可以去看一位帅哥 而这个帅哥正是杨阳 新版中杨阳饰演的大宝玉病气 就冒幻心炎 玉树林峰 气质更似顽固乖张公子哥 又不会那么手无腹肌之力 林妹妹本身若有浮风 所以她不会对浮不起的阿斗形的甲宝玉一见倾心 这个贾宝玉是有格调的 该硬气的时候硬气 该鼓气的时候鼓气 洋洋挑战贾宝玉胜者未亡 周旋在一群丫鬟里 更容易塑造出众星捧月的气势 李少洋洋也高度眼评价她 她的样貌不是现代西化的高鼻大眼 而是略带古典味道的戏长眼 情窦初开的年纪 正适合演贾宝玉 她的面相很正 也许与军人出身有关 她看起来很天真 有一种单纯的干净 没太多社会上的杂念 你是我的荣耀中的于途 让人印象深刻 期待洋洋的下一个角色 迪丽热巴终于高调一回 大胆挑战薄杀时尚群 男粉眼睛都看直了 说到迪丽热巴 相信大家对她都不陌生吧 她是中国内地影视女演员 同时也是一位歌手 自从2013年主演个人首部电视剧 阿纳尔罕后就正式出道 2015年凭借爱情剧 《克拉恋人》获得极高人气 之后又接连出演多部影视剧 像《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和《三生三世枕上书》等 都很不错 迪丽热巴出道至今已有多年时间 拥有诸多影视作品 演技实力颇为出挑 收获大批粉丝深的网友喜爱 除了拥有较强的业务能力之外 她在时尚穿搭方面也很有品味 对各种穿搭look都有独特见解 日常私服独具亮点 最近迪丽热巴在社交账号上分享美照 这套穿搭look就很漂亮 吸引众多网友的眼光 大家不妨一起来看看吧 迪丽热巴终于高调一回 大胆挑战薄纱时尚裙 男粉眼睛都看直了 最近迪丽热巴在社交账号上分享美照 这套穿搭look就很漂亮 只见她穿着一袭裸粉色连衣裙出镜 采用一字间设计手法 绣出纤细锁骨和迷人直角尖 时尚深邃的事业线若隐若现 更凸显出她的小女人魅力气质十足 裙白采用质感轻薄的纱质面料 飘飘欲先更添优雅 作为圈里有名的新疆四美之衣 迪丽热巴颜值身材非常出色 五官长相轻力可人 身形线条也很漂亮 宛如行走的衣架子般 对各种穿搭look都有很强驾驭能力 这次她穿着一席红糖色连衣裙出镜 就充满时尚气质魅力十足 裙子采用质感顺滑的丝绸面料 充满高级感 腰间细着黑色腰带收拢 将她身形衬托得更纤细窈窈窈 搭配黑色短靴露出纤细长腿 笔直云衬超养眼 迪丽热巴颜值出挑身材好 在穿搭造型上颇为大胆 对各种服饰单品都勇于挑战 这次她穿着一席立架裙出镜 就充满时尚魅力气质十足 裙子采用大红色调 将她肤色衬托得尤为白细红润 无袖款式袖出两条纤细修长的手臂线条 奶油肌肤色非常漂亮 搭配黑色短靴袖出圆龟腿 这身材谁能不喜欢呢 黑白搭配是种很常见的时尚look 作为经典基础款 简约大仿受到不少人喜欢 这次迪丽热巴就对黑白look下手 将基础款诠释出满满时尚气息 着实很有吸引力 只见她穿着一件黑色T恤扇出镜 版型款式颇为简洁 将衣摆收进裤腰里颇为干练 下面则搭配白色休闲长裤 将裤脚收进马丁靴里 拉长腿形更显高挑 迪丽热巴时尚感很强 私服品位也很不错 即便只是普通单品 经过简单搭配后 依旧能呈现出满满时尚气息 着实很有吸引力 只见她穿着一件白色衬衣出镜 版型款式颇为简洁 将衣摆收进裤腰里更显干练 下面则搭配白色西装长裤 腰间细着同色腰带收拢 将腰形衬托得更纤细窈窕 搭配透明鞋时尚感爆棚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